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一张我一天吗 可以 这个就是绿巨人的设定 你们都不喜欢我 你们只是来浪我的 所以来我这儿就不许走了 能一张可以和一天吗 你们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咱们 周总最后人家 咱们泽哥 说的 手拾 手拾 对不对 就是小偶像也要手拾 粉丝也要手拾 我们都要手拾 最期待的环节 什么环节啊 最期待什么环节啊 今天我跟你们说 今天昨天的那个握手哈 那个时间我感觉真的 掐得特别严 就延到我都觉得粉丝刚坐下怎么就走了 然后我就 我就说能不能 就是我都把手机这样子 他硬生生 估计是这次的stuff 他们就很有 硬生生把我的手机从我的手里面抢过去了 最期待的环节啊 怎么会见怎么会想着会升格呢 因为 呃 其实上一个上一次中大发表是什么时候也才没过去多久嘛 对不对 靠爆的时候对不对嘛 羡慕 这下也有竞争力了 都是预备声是吧 谢谢 惠玉仙的荧光棒 耶 我们恭喜新人 就是十一期新人 四个新人出道 他们分别是 惠玉仙 然后 林恩同 黄主同 雷淑仪 嗯 恭喜新人 展开讲讲 展开讲什么讲 骗我 你知道吗 被个小金金装成你 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大骗子 他经常整骨我 啊 我反而还觉得这个发型 显脸小呢 坏坏的感觉 怎么大家说话都 口 口径不同意呢 有人说我 戴眼镜 像那个 就是像林家小妹 有人又说我坏坏的感觉 四个中文系统看起来 把我当什么了 你以为我是什么 那种 恶狼 是不是 线下 单纱等着 才不会给 那你会备注什么 鸡哥 林家坏小妹 这个倒是也不冲突 今天就是我觉得自己 我觉得自己的演技算是 排了那么多次以来的超长发挥吧 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看怎么样 其实他剧情编排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一点点的 我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 我和舒淇 我俩就是掰手腕那里嘛 然后我俩就 就是要表现的 就是他一直跟我比 然后不想让我走 我一直输 但是我们 就是弄的是那种 就是定格定在那 谢谢露露的荧光棒 你都不告诉我 你来了 你这个人真的 总是敲咪 敲敲咪咪的 就是 我是目松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在 总是敲敲的 嗨 晚上好 今天的圣诞 今天的圣诞节公演 大家看得开心吗 开心 无论是线下的 还是线上的 都看得开心吗 开心 这边吸的眼睛好吗 好 笑死了 我今天顶着这个发型 竟然顶了一天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什么造型最 最能坚持 就是羊毛卷 就是羊毛卷 对啊 广播已经十一期了 悄悄的来到 看得很开心 你们开心 你们开心的话 我就开心 吸宝 差点看差眼了 吸吸今天真棒 谢谢 谢谢大家 对我的肯定 yes 要不大家以后 还是叫我陪陪吧 每次全团公演的时候 我总是 这边一个吸吸 那边一个吸吸 但其实他们是在叫 杨若曦 我总是 天哪 还没看一会儿 再开心 然后 然后我觉得 今天的我就是说 今天的我比昨天好像要上进一点 但是今天的我 进的没有昨天多 我不是跳正义之手吗 我昨天的镜头有毒镜 但是我今天没有 我觉得今天 今天的我其实更上进一些 没办法 这就是你要做好每天都很好的 那个 很好的状态 这样无论是哪一天 比如说哪一天给你的镜头比较多的时候 你都可以很好的抓到那些有效镜头 正好与细细 哪个卖 算了 因为就是我们俩今天还讨论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 当时长南西前辈也坐在旁边 他就说没关系的 就是撞了 是很正常的 什么的 怎么曝光呢 OK 我要抢 他们说这个东西要一 就是刚发的时候就立马抢 好家伙 零 零 我不想要零 我不要零 我不想要零 今天没来县城的人 这还是我第一次 就是除了 我第一次演戏 是给这样好像拍他的那个 伪征还者 后宫的那个PV 对不对 不不不 应该得算串场视频 然后今天的小品 就是副手证联盟 我们这一组嘛 算是我第二次挑战演技 升格更开心 其实我出道到现在是多久了 七个月了 对吧 七个月多了 七个月多也还好啊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一年才升格 我们没关系 没关系 继续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怎么感觉好曝光啊 家伙们我去换 天呐我去换一个那个什么光吧 就说我在打击 平临旁旁的 咯 我跟你说 怎么甜还行吧 我觉得我今天确实挺甜的 和昨天比起来 昨天就是一个整个非常 嗯 非常 我觉得比较 郁姐的状态 就是你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那种 坏女人感觉 但是今天的我就 比较 希望下次发表 借你几年 天提前谢过了 看我的雀斑 我今天画的是雀斑妆 看到吗 啊 别尬 你们都喜欢甜妹 我也喜欢甜妹 我不只是喜欢甜妹 我什么风格 只要长得好看我都喜欢 好肤浅 就是这么一个肤浅的女 一女的 今天好好看 谢谢你夸我今天好看 谁不喜欢甜妹呢 对啊 甜妹总是如此的抓人眼球 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 太美了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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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我给你们说 今天特别搞笑的趣事 今天我不是穿 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穿的很普通 因为我不是昨天那套 那套衣服是本来是要今天握手穿的嘛 然后这个衣服其实是 下午的时候才到的 然后这个是阿姨帮我拿 阿姨帮我带去剧场的 不然我今天 我今天晚上就是 我都不知道小品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小品演粉丝的 我们几个都是自己的私服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还好她到了 然后阿姨帮我拿过来了 然后今天我去的时候我穿的是非常朴素 就是你们见过无数遍的那件卫衣 对 然后结果因为大家穿的都非常的圣诞嘛 然后就粉丝他们就以为我也是粉丝 然后就不小心撞到我了 因为可能拍照什么的 然后就是也有人就认出来 也有人帮忙拦着 但是还是撞到了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我真的太素太素太素了 然后我就在思考该怎么办呀 我说要不要就是 找一个剧场的衣服去穿穿 然后后面Sola这样她就说 她说 她说你要不跟我一样穿这套斐冬 然后就是那个 你们就是我今天我所会穿的那套嘛 我想我还蛮喜欢这套衣服的 然后她就说 这套衣服就是去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出来的 然后我就说嗯那好那好 然后我就穿了那套 这还蛮蛮适合的 对 对对对 就是那套 但是我刚去上班的时候 我穿的很朴素 就是上面是米黄色的卫衣 下面是牛仔裤 然后觉得啊 嗯 然后其实我当时 为什么我今天是这个装扮 为什么我今天要就是点雀斑 然后戴这个 嗯小麋鹿的头饰 然后因为我想着 既然我衣服比较朴素的话 那我就在头 就是整颗头上面去营造的 比较圣诞气息一点 不过还好后面 Sola这样告诉我 她说你可以那个穿这个呀 然后我就穿了 就更加的圣诞一些 对 这些非常的迷路胸针 经典战衣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之前都没有穿过它 它不是之前是四班的那个 Unit的借口的那个衣服嘛 但是我之前在四班的时候 我都没有跳过Unit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 得到这件 这套衣服穿 昨天 昨天临时就是上场 穿了一下 就一下下 然后我就觉得 哇肥色暖冬真的好好看 然后今年又穿了 今天算是 嗯真真切切的体验 体验了一下那套衣服 那我觉得真的好好看 谢谢主范阿姨的迷路胸针 怎么不穿昨天的呢 因为昨天的我看到 大家已经出图了 而且我怕 我怕让大家觉得 我是一个 会同时 穿两天衣服的人 所以 我今天就穿了 非常 你们懂 什么叫曲线 曲线救自己 就是 既然衣服很普通 那我们就从头 上面去 所以我点了雀斑 还准备了这个 眼镜 然后还有这个头饰 就是 天哪我今天是不是说话说太多了 因为我们从早饿到晚的 熟 然后晚上又 就是公演 声音有点那种了 曲线了 啊 你们这群 亏爆了亏爆了 其实我今天确实还挺特别的 就和她的名字一样 特殊公演 今天的周培希也是很特别的 对 女迷信的字 不是不是 只是说想让大家觉得我比较的 圣诞 就是圣诞握手嘛 那肯定要 我还想着要和 就是会拍招什么的 那肯定要穿的好看一些 对不对嘛 不过今天只有一个人找我拍照 但是很好看 我希望她自觉一点 把照片晒到超话里面 因为那张我很好看 今天我感觉人是不是很少呀 因为今天我一早上 就是早上上午的握手 都没有人来找我 然后我在想 我在想 大家很忙吗 还是什么 都去过圣诞了吗 然后后面是三点钟开始 才有人来找我 啊 和银掌的呀 卷柜了 元旦的话 我们都不一定会穿的这么隆重 要对得起 GG的几百块拍力德 拍的还是蛮好的 而且她很有 她估计是很有经验啊 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 她还就是指挥我 就是她说 你看那个 杨克鲁桌上的那个圣诞树 可好看了 咱们拿来当道具拍一下 她还挺会的 其实我在拍拍地德这个事情上 还是蛮小白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摆造 摆造 摆动作呀 然后该怎么去用道具啊 她还就 她还只会 就是 嚼了我一下 拍出来真的蛮好看的 啊我知道你今天考研 你明天是不是还要继续考呀 对不对 明天还要继续考 啊 大家今天都考研吗 还是说是普通的像 像某些人听说是补考还是什么 啊考完了 但是不是今天 昨天是第一天吗 你考完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希望你成绩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 你超常发挥 然后成绩比自己预期的还要高 这个点儿还在看直播的考研 基本都 确实我一想也是哈 二号有握手吗 二号是我的生蛋呀 二号怎么会有握手呢 直接没报名 考研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其实在我就是想要往这条路上走之前 我就有想过考研要考什么方向 当时有想过是 嗯 语言 不过我觉得语言应该蛮难的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快困死了 昨天吹完头发都快四点钟了 然后我不是排到八点钟做造型吗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想着啊 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起床了 然后我就 我就睡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 这几天真的天天去剧场 天天去剧场 我命运中的剧场 感觉和他的羁绊又生了呢 啊 是的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 我明天还有公演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整个人就是一个飘在天上的状态 天呐我的头发怎么这么乱 才发现 这也太乱了吧 我还是说他保持一整天呢 其实也没有保持多久 嗯 可是跨年不是也有特别公演吗 然后 天呐我都不敢想完蛋了 我的生蛋怎么办呀 我现在焦虑的要死 焦虑的快死掉了 明天是三角寒数 哎 今天姐姐还跟我说 她说 她说我觉得你其实抗压能力还蛮强的 我说啊真的吗姐姐 她说嗯我觉得你抗压能力还挺强的 我一直以为说经济姐姐要管那么多的人 可能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出道之后就可能 老师和staff就不怎么 像你出道前那样就是 呃非常非常的给到你关注啊 然后一对一的训练这样 我们出道之后就 比较嗯 你们懂的 就可能他们要管那么多人 就没时间管你了 然后 姐姐她今天就跟我聊天 她就说其实我觉得你抗压能力很强 就是我觉得你消化的很好 我当时就 真的吗 因为其实我 其实我是这种类型的 我是越错 可能 就是你越 越打击我的自信 可能我就真的越来越 当 但是你越夸我 我可能就会起飞 就是 就越来越努力 我是这种人 就很神奇 还以为今天你可以升格了 嗯 没关系 今天 呃 我觉得 错开也挺好的 对 咱们期待未来吧 起飞 我说实力起飞 就是那种心态 就是比较 啊我是 因为我是调停者 人格嘛 我是那种 啊我要赶紧抢 赶紧抢抢抢抢我的 哇抢到了 耶果然 果然要那个 他一发的时候 你就赶紧点进去抢 就是 我是 我是那种调停型人格嘛 调停型人格就是 你夸 夸我 我不会 就是飘 或者膨胀 的那种 对 我是那种 你夸我 可能还会让我的 动力更 更好的那种 但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 一直以来 就是 收到的夸奖很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 我确实也还是 做得不够好啊 调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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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后辈们竞争 嗯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 嗯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我的 我人的话 可能真的就会 觉得说 嗯 我想要去看别人了 可能就不看你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 喜欢我的话 应该 也还是我一直喜欢我的吧 嗯 谢谢大家夸我 我会继续努力的 对 就是 还是蛮不好意思的哈 被夸还是蛮不好意思的 我觉得这次的新人实力都很好 就是 因为 嗯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他们就住我旁边嘛 那个时候就让他们来 然后 也算是 知道他们每天每天都训练 然后 也有 听他们的唱歌啊 跳舞 看他们跳舞啊 我觉得每个人实力都很好 谢谢蓝色双鱼的糖果 就是我觉得 嗯 嗯 嗯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可能你 你也喜欢了新人 但是你不会因为喜欢新人 你就放弃我吧 我觉得不会这样吧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非常 就是 我虽然 我虽然总说我自己 战有欲枪 是这样没错 但是 我也不可能说 绑架你们 我说不准 不准去喜欢他们 啊我被蚊子咬了 九九九九九九 九明啊被蚊子咬了 这可不好说呢 是吗 说以后 啊以后 就是越了解之后 重生了 对啊 你们不觉得 广 广 广 中度蚊子 好可怕 你们不知道就是 就是他们是哪种可怕 就是他们 他们像恶狼一样扑上你 然后你拿手 把他们都扇不开 他们紧紧的贴在你的衣服上 我觉得这样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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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咬的真的 非常的吸血的时候 非常的努力 哈哈 嗯我今天哈 我今天 长了一个囊种 在这里 我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长过囊种了 可能因为今天戴妆 从很早 我这几天 昨天也戴妆了 前天也戴妆了 大前天也戴妆了 然后都是 好像都戴妆 时间蛮久的嘛 然后今天 戴妆一整天 然后 还戴了口罩 去把它蒙住 然后我这里就 冒了一个囊种 嗯对 囊种要怎么削 好像 有些人 我查了一下 有些人又说是要 开刀吧 我吓的 但是我还是决定 让她自己慢慢削吧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开刀 我卸的挺干净的 我给你描述一下 我怎么卸的 我 先 用眼唇卸妆液 卸眼妆和唇妆 然后用卸妆油 就是使劲搓搓搓 然后 又用清水打湿 使劲搓搓搓 然后 又用洗面奶 搓搓搓搓 然后又用那个 清洁的搓搓搓 你们搜囊种嘛 真的好多人囊种都开刀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对吧 对吧 戴口罩真的可闷了 今天 今天发的那个口罩 我真的不知道 不觉得要有什么作用 搓 可能就是搓起来了 嗯 maybe 大概 也有可能 大概吧 你们圣诞节过得开不开心啊 我的圣诞节还蛮丰富的 我觉得公演也算是 我觉得今天的公演很有意思 我跟你们说 买到现场票的人真的赢麻了 就是 我觉得今天的公演的有趣程度 就是连成员自己都觉得有趣的地步 地步 吃了顿火锅 好羡慕你啊 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火锅了 你买到现场票了 但是你来不了 姐妹 唱还是你唱 你怎么不开心啊 小兰 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不开心了 在屏幕前过了一天 开心吗 那你 那你觉得我 你觉得 看 有让你开心吗 在屏幕前的这一天 今天太贵了 握手应该还好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不来找我呢 就算是握手 嗨 快点 就是你抓住你了 快点把那个 我跟你的合照晒出来 因为我觉得 那张我还蛮好看的 没切到票去吃烤肉去了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我就只和你 我就只和你 啊我其实也想拍 但是我不好意思 我怕你就是有那种 啊 就是 你懂吧 想要独占的那种心理 我也不好意思说 拿过来我要拍 对 对 你可是拥有我今天唯一一张合照 也要保存好 保存好 这个是无价之宝 今天的限定版 都可以洗 一定要保存好 可以任性一点 任性什么 今天就是 我觉得很神奇一点 是 他们来握我 然后我 我以为他们要来找我玩 好我要保存云图 回去 回去真是回去補考啊 那你这个人还陪我 看你的IP说错 那人还骗我 说什么考研 我还真信哦 我真蠢啊 给你打个马是吗 给你打个马是不是 好的 可以打个漂亮的马 好姐妹晚安 你也辛苦了 我觉得咱们最近 真的是同病相连了 嗯 真的好累 真的好累 好怕身体熬不住 生诞一定要 好好的 拜托了 把你劈掉 为什么 我给你加个大头 好不好 妥协一下 就是那个 就是用那个 动物贴纸 贴掉你的头 信吗 怎样 而且我觉得你说话 很有那种 很有那种 嗯 就是 北京那边说戏的人 说戏人那种感觉 你懂吧 把人劈掉 就当是哈利德了 换头数 换成 你们 你们可以发抄话 然后抄话的句句 他们就 他们就就是 把你头 劈成自己的 四十五如自己 跟我合照了 谢谢 谢谢 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当时 看到你这名字 写这个 凸签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很羞耻 你懂吗 你哪里会了 我哪里会了 反正 我跟你说 你今天赢麻了 真的赢麻了 而且 因为我一般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拍利德不好看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拍利德特别不好看 别人都是拍利德好看 我拍利德不好看 但是 而且我一般来说 第一张都会拍的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我今天跟你一拍 就状态蛮好的 而且你也非常的资质 你竟然还会运用道具 让照片丰富 整个构图框架都非常的丰富了起来 包括我们的表情 状态 脸的 就是那种感觉啊什么都非常好 就是总的来说 我给你张照片 满分是100分的话 我会给他打90分 老拒绝老拒绝了 我今天本来还想在房间发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来找我玩啊 但是我忍住了 你麻了你麻了 可能大家对我自己的事情要做吧 今天明明是第一次和影情动出开 你装吧 你就 你还 就是我还没 我还 你还人还没从我这里离开呢 你就开始 啊小凳子不要走 切得被我看透了 男人 提问 句句为啥叫句句 因为 因为 聚是一团伙 散是满天星 这样吗 啊你的那个 原来是自己做的 好用心啊 贴得非常牢固我跟你说 牢固的那些棒棒糖我都扯不下来 哈哈哈哈 我现在抗压能力确实越来越强了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就是我觉得 你们总说 啊我要强 啊我强 拜托了 哇好棒呀 果然就是他发的时候 你叫立马抢 抢到788鸡腿 嗯 就是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就是家长他们都觉得追星就是 哎呀你看你浪费你的时间 精力金钱 然后还把你就是 不学无数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追星是有 好的面的 比如说 像我追迪迪热巴以来 我是一步一步的看着他从一个 非常 呃 就是 流量小花 变成了现在的顶流女明星 就是你会看到他整个的成长 包括心态上面 他以前可能还会就是 对这个娱乐圈是充满好奇的 然后 呃会紧张 会害怕 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 动摇 会 就是被左右 但是你 但是你现在在看他 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就是内心很强大的状态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好 我应该向他学习就是 不要总是 被 一些东西去影响 然后就 自怨自哀 就是应该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对吧 嗯 秀严浪费 但是你在付出的时候 我觉得 可能因为我们是爱豆 所以大家会觉得 爱豆真的是 我 我觉得 哦 我们是追偶像 我觉得追偶像你因为快乐 你们难道 会说 哦 我看公演不开心吗 对不对 我其实我觉得公演真的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公演真的就是 发了生命 我觉得很重要 痛病快乐这样 没有办法啊 家人们 没有插我插是免费的 虽然很难过 但是我得这样直白的说 如果不用花钱更开心 可以 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 有其他额外的收入 干完了快乐 sorry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念这个 无法体会 我能体会到 我觉得 就和我追 热巴差不多吧 就是 你看他 开心 你也会开心 如果我们在台上对你们笑 你们难道会不开心吗 不真情实感 我觉得 嗯 确实 不真情实感的话 我 我 我追热巴还是蛮真情实感的 但是我 可能因为我现实我的东西 让我太忙了 如果我很闲 我可能就会一心一意的 就追他什么的 对视你就很满足了吗 我觉得 对我来说 确实 我其实我是那种 哪怕他不跟我对视 我都会很满足的那种类型 嗯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看到自己熟悉的人 我就会笑的 那些 对 就是 我今天在满场找自己 熟悉的面孔 然后也找到了 几个 然后我就对他们笑 对 热巴可没有我手 但是热巴有那个呀 他有 那种 活动啊 就是像 前不 前几天 的那个 广州天河城的 天河城广场 那个 活动呀 对不对 当然我们跟他们 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包括像韩团 人家也会 嗯 怎么我手机关机了 为什么 我的主机也快关机了 我现在两个 两个手机 我先给 嗯 先给 怎么会这样 等等 不行 先给 我自己冲一会儿 我充电宝 充电宝没电了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 不奢求 从 这里 就是 从 我喜欢的 明星身上 获得什么 我觉得 只要看到 他的一些物料啊 看到他开心 我就开心了 嗯 我最近感觉就觉得自己好有病啊 就是 能不能不要这么真情实感 因为 可能是因为那天热巴来广州了吧 然后让我觉得说 嗯 会稍微的比平时要更想念他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他跟我在同一片土地上 而且离我这么近 我后面才知道 中泰离天河城非常非常近 然后就是那几天就很想念他 但是 我那几天超忙 超级超级超级忙 忙到我都没有时间去 就是好好想念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们去 你们犯我们的话 你们 经常见到我们 会不会也很想念我们 两个都关了 为什么呀 你不想看到我吗 不需要花钱 没有吧 他还是需要 他还是 其实 还是有需要花钱的地方 就是你要 你家 就是我跟你说 明星的话 时尚杂志 时尚资源是很 很重要的 就是你 明星的杂志的贩卖程度 也很重要 还有他代言的产品 的售卖 就是售卖销售量如何 这个也很重要 对啊 如果 当然如果你说我饭偶像 只是觉得说 嗯 图个乐子 那也可以啊 我觉得也完全ok的 跟公司有关 你真情实感 你对我真情实感了吗 我觉得你应该 你应该还是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对我真情感 但我觉得你应该还是 蛮喜欢我的 哈哈 就是 不要开我玩笑 不要说什么 就配心一次都多情了 私信发我了 我的这个主机 才能看我的微博 因为我们的微博号 是要用公司的手机卡 才可以登的 等我下包我就去看 我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要冲上 嗯 让我看一下我的主机还能坚持多久 家人们说 大概还能 还有14% 14%的电 我一定会在他 5%之前给他冲上电的 我一定不会让他关机 其实我本来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不是生诞要来了吗 然后我 我自己需要弄的东西 都没有弄 然后我就在想 我要不 请假 请一个一个星期 左右 去专心的搞一下自己的生诞 但是后面又想 算了 还是 试一试极限操作吧 看看能不能就是在 在 不 不 不推掉 呃 排练和公演的情况下 看能不能把就是 生诞这些东西全部弄好 极限操作一下 你觉得可以请假 其实我今天 卧手会的时候我也在思考 要不要就是 就是 稍微的让自己 不那么的 急迫 就是 给自己 放松一点点 就是 留 留一些时间去搞一下 但是 没有想 嗯 嗯 要不还是好好的去上公演吧 嗯 我觉得只要睡够了 对我来说一切都OK的 就是怕睡不够 昨天睡不够是因为 一 直播 直播到 一点多 二 洗澡 洗澡 两点多 吹干头发 附外面膜 三点多 元旦 元旦 元旦还是上吧 元旦 元旦 元旦还是上吧 差不多都是这么过来的 是吗 哎 但是我觉得 不要用 前人的 那个模式来套到我们后人身上 今时不同往日 对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什么 会比身体更重要 对吧 所以 我今天也有在考虑说 要不要 嗯 好好的 就是放过自己 就是不要那么的 可能你很努力 你觉得你自己很努力 但其他人不觉得你努力 所以 倒还不如 就是稍微的放过自己 放 放过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的 极限操作 其实我今天跟老师提了一下 我这个想法的时候 老师他是同意的 但是后面我又想 嗯 还是 看看呢 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 再 再请呢 对 反正先看看能不能做到吧 对 在自己可控范围内努力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夹在我头上夹了一天了 咱们现在先 我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不太习惯自己双马尾的样子 懂吗 谁懂 我感觉自己双马尾的时候太可爱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可爱的类型 谁懂 你们能懂我吗 你也喜欢双马尾啊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出道那个发型吗 你也没输过双马尾 谁不喜欢前妹呢 确实 我觉得我跟姜云好像还是长得不像的吧 就是你们知道 就是今天好多人做双马尾 因为你全团公演你就没有 没有 就不可避免很多人 会撞发型 出道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 我觉得自己那个发型还比较百搭呢 结果后面看还是有点限制的 那天 因为不是大家说我跟Sola像吗 就是因为那个Ophelia 那个Cover 视频 然后我就 我就和增加我俩在镜子面前 我俩就对比 说 像不像 然后我说 我说 我说 没有啊 我说你的脸比我瘦这么多 而且你的鼻子比我精致这么多 还有你的下巴 比我好看那么多 为什么我说我像你 然后 他就说 对啊我也觉得不像啊 好 我两个就站在镜子面前 强强强强 那我强 啊怎么又刷新 哇 天呐 多来几个这个吧 我现在 每次点开的都有鸡腿 好紧张的口水都喷出来了 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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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年会 那时候我已经来广巴了 但是我是预备生 然后 一起跟他们去参加年会的时候 坐车嘛 我坐最后一排 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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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876还是900 但是没有超过1000过 灰灰跟我说 他说他最近好像运气不错 他每次打开都有一千多 小老公 小老公 确实咱们就是一个小老公的状态 我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变态 而且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环境还是蛮陌生的 我有点内敛的 好不好 真的是 天哪 我嗓子好呀 我很内敛的 好吧 我怎么可能定人在一路 我顶多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是没有你们认识增加 我就这样 就是 我也不是这个表情 我没笑 我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呀 而已呀 我怎么可能定一路 你以为 你以为我是什么 我是Hentai吗 对呀 我旁边无论坐的是哪个前辈 我肯定都会 偷偷看一眼吧 你们知道那个 我今天跟程雯宇拍那个抖音 拍了好几遍那个抖音 你们知道那个抖音是什么吗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他说你一开始要笑 然后他还给我指导 他说 开始要笑 然后说我的的时候 就要开始抬手 然后就说 他说 台湾手是不是要冷酷一点 就做一个反差 然后我们就说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你会一直盯啊 看来 看来小泰迪 是那种比较主动的类型 而我 我还是比较内敛的 我一般就是 不好意思去 直白地盯别人 对 我不会去直白地盯别人 可能 他好像也没发 因为我们没有遇到满意的 嗓子好疼 我总感觉自己有猴结 谁懂 就是体检的时候 我老觉得自己有猴结 但是那次我看了石志军的猴结 之后我觉得我的猴结还好 我觉得我的猴结 瞬间就也不是那么明显 虽然我的猴结和女生比赛 确实还是有点明显的 今天有谁在现场 请来发表 请发表 我的演技打分 一到十分 打几分 谢谢小夕便的输送的圣诞帽 就是从一到十分 你们打几分 太瘦了就会有 有什么 猴结吗 但是女孩子很少有猴结的吧 究竟就九十二吗 打九分 那你看 那你看 那你看那个了吗 看直播了吗 这需要 这需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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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品演不好的话 就能很尴尬的 嗯 谢谢你的一百婚 还是会有演技的好吧 虽然我只是有一个小part 下次我学会怎么摸 来 我们来 搬手腕 搬不赢我 就不准走 一百婚一百婚 一百婚 我带了那么久之后终于把它摘掉了 其实 左作的那个镜头哈 左作 左作就是摘头套那个镜头应该给一个特写的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直拍 看看直拍能不能弥补吧 对 现在疫情期间都不能过什么 其实 其实我觉得 不尬的 它就是 其实 我觉得左作的性格也很适合那种 小蜘蛛的那种 比较 调皮 然后 比较有趣的那种感觉 我只有一只 一只耳朵 另外一只耳朵消失了 消失了 哎呀今天应该带耳试的 失策了 我应该带耳试的 能不能让我重新来 来一遍 能不能让我重新过一次 2021年 12月25号 天哪 我不行 我要给我的主机充电了 我不能管我的备用机了 当然是主机重要啦 能不能让我重新活一次 2021年的 12月25号 让我重来一遍吧 我一定不那么晚睡 我一定 在睡前 好好地给自己酝酿 穿越了 重来 如果人生能重来 让我穿越回 202 让我穿越回 2021年的 12月25号的早上 天哪 我的头 辛苦了 天天洗头 天天洗头 我已经连续 天天洗头 洗了四天了 谁懂 看看我这个像草原的头发 天天 高温 高温 陶瓷 烫头发 天天 那个 发胶 谁都头发 瘦得了 这我不涂谁 涂啊 救命啊 今天这个衣服 有没有圣诞气息啊 我买这个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希望 在新年的时候 也可以穿着它 当然啦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三天才洗洗头 我可不在意形象 就是说洗头 真的很累 而且我头发 本身就是干 比较干的那种 所以我三天不洗头 其实不会非常非常油 上学的时候 对 上学的时候还是 啊 对 我觉得好点的吹风机 也很重要 我头发 它也 我头发还是比较长 淡卷头 又是我们最喜欢的淡卷头 今天的淡卷头保持了一整天 怎么感觉 这根头发颜色浅一些 你洗头洗这么轻快啊 Oh my gosh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savage Oh my gosh Oh my gosh 你竟然一天洗三只头 竹西小店 买什么呀 啊 那个 Cleanor 洗发水 一天洗两次 你一天洗两次啊 你们怎么洗头 洗这么轻快 其实不应该洗这么轻快的 洗头不应该洗这么轻快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大S 他不是那个美容大王吗 他出的那个书里面 他就是说 最好是三四天再洗一次头 对 我现在哪怕我用 我用一堆发膜 我的头发都还是这个样子 我是这样子的 先用护发素 再用两次发膜 然后再用精油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只要你头发不是那种 非常非常油 你差不多两三天洗一次 我觉得 两天洗一次最好 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我两天洗一次最好 越洗头发越多 谁跟你说的 怎么又破防了 去理发店做高贵护理 说起来我还上次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容易被别人推销嘛 然后那次经过了一家新开的那种头皮护理SPA店 然后他说68块钱就可以让我体验一次那种头皮的SPA护理 然后我就买了 但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去做 所以我在想 过几天去护理一下头皮 这不是女孩洗头步骤好多 其实还好 如果是正常女孩的话 其实她面也这么洗 但是我 其实我还蛮懒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天天 三天两头就要用这种高温 180度 220度 230度的 那个卷毛棒去做头发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勤快 我会拒绝 但是我觉得 别人过来专门找我推销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还不错的时候 就不会拒绝 熬夜不洗头 全是油 我出油还好 下手握手会帮我做护理 是吗 你要自带仪器吗 那要我付钱吗 还是说 用跟我握手的时间来 抵掉那个护理费呢 你们不是正常女孩 你们都是新女 所以 还好吧 不就是 做了个茶 我茶嘛 就是 精致一点啊 办卡吗 办卡吗 不办卡 办卡就绑住我了 我才不办卡 刺卡还差不多 我派卷了 那我去打接一下广巴的那个印刷 印刷卷的地方 没有卷 我现在一整个 我今天 我今天就应该这样 我就应该骗大家 我就应该做一个真正的坏女人 我骗大家说来握我 我给大家派卷 我就应该骗大家来找我 这样我就不会 在那里 干做了好久 豪哥会使用爱的加速器 爱的加速器 我愿意 金管也是一种形式的办卡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金瓜是怎么才能到达金瓜 甚至它们是什么 钻瓜什么 其实我都不是非常了解 什么钻瓜可以开个人 生日会 是这个意思不 好像有光雄回 那你要不再等一天 啊 好久没见你了 就是说 你这个人 现在在我这里都已经 消费三万五几分换 一块钱一分吗 相信咱们的 就是在座的各位 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吧 在座各位都是金瓜 你看他时间倒流 你也好久没见我 是啊我也好久没见你了 就是说你天 都怪你天天出席 天天全情 结果害得 结果最近因为补考 都怪你不好学习 连瓜都没有 那你是什么 你是花妈 姐妹不愧是姐妹 姐妹可以点深入 意思说深入还有门槛是吧 Hi Hello小妹妹 Hello小妹妹落 你也很久没见了 也就月初才来 我对你的ID很陌生 小西边的树 你们最近是不是都改ID了 不要轻易改ID啦 本来把每个人记住就很难了 然后你们还改头像改ID 然后到时候还问我你 你记得我吗 然后我就稍微迟了一下 你们就会破防 真的 我真的遇到过这种粉丝 因为我迟疑了一会儿 他就有点破防了 约正比我大 你比我大 和我叫你小妹妹 这两个事情 有什么关系吗 羡慕改ID 羡慕改ID 那你改呀 不要浪费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 我看你也买个VIP 是不 但是怎么感觉你有点熟悉 让我点进你的主页看一下 怎么感觉 你是不是有好多个号呀 记得你记得你 你点进你的主页我就找你谁了 你号也太多了吧 就说 我不叫你小蓝 是因为你改成这个了呀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想 就想我让大家不要叫我 可以就是 少叫我欣欣 多叫我佩佩一样 或者叫我优理 这样 就是说 想要自己改呢 所以 我就 尊重你的意见 所以我叫你盲侧侧 不过你要是喜欢我叫你小蓝 我也可以继续叫你小蓝 一切都是你喜欢最好 改个ID重生一次 我 然后超差 超差 本来一开始 自己改ID改得很开心 后面超差说 不可以改那么多次 我都挤不住屋了 待会换个号就不认识你了 nice 你 不许 不许这样子 咱们就是 网络一线间 珍惜这段缘 咱们做一个稳定的网友 做一个稳定的网友 不好骂 非要改ID 你看你要是你要是改一个这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这种 一眼就能认出来是他本人的这种ID也行 比如说 这个感觉 我不知道他 是谁 都不可能 你跟我稳定了 跟其他超差怎么办 你还是得改 那你好累哦 累死了 你不如做自己吧 做自己就是说 告诉大家 我就是同时看你们几个 爱杂杂 我就是同时看你们几个 能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 我就走 大家不如 make yourself 你只改口号 确实 对你的印象 对你的ID印象还是蛮 蛮熟悉的 这种ID 能一下子看出来吗 对不起 我本来要点你的主意 要点这个关注了 我天呐 真的跟汤了个大天呐 我这个手滑可不得行啊 救了个大命啊 手滑好可怕 不要客气 咱们就是本来工资就高了 我每次发工资的时候 我都会有点忧郁 你们懂吗 忧郁又不忧郁的 忧郁的是 好像我的工资 每个月都花了很多 在我的事业上 不忧郁的就是 至少我有工资 对 小树升格 嗯 怎么猜一猜呢 回水回水回水 这当成大学生工资就还可以了 也是 毕竟 我还是个学生嘛 对吧 心情也不难受啦 但是你会发现 诶 好像 呃 我在这份事业上投入的东西 和我得到的 好像差不多 那我当然 我当然不是说 我很在意钱什么的 也不是说不在意 我只是说 嗯 会发现这个点 当然我 就像你们说的 因为我是个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工资 对我来说 已经很好了 嗯 因为同届他们 他们 我的同学 他们都在上学啊 可是我已经 休学了 虽然我要回去 可是我回去 我肯定也没工资了 没有资助工资 不提工资了 不提物质了 题材就觉得 现实 咱们不愿意接受现实 今天晚上 是一个梦幻之夜 对不对 好喜欢雀斑妆啊 谁懂 好喜欢雀斑妆啊 谁懂 好喜欢雀斑妆啊 谁懂 周外婆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说 我头顶一个圣诞 我今天 我没有买到 我本来说 我去买一个圣诞帽的 但是我没有 我忘记了 我太忙了 我实在是忘记了 然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 我广巴抽到的这个 公司抽到的礼物 带在头上吧 四舍五入 我也算是 戴过圣诞帽了 漂亮的礼会 这哎呀 我的梦毁了 我当时因为 为了热巴 我去看了这部剧 但是这部剧的剧 剧情 说实话 咱们就是说 非常的烂 喜欢麻花变 加眼镜 加雀斑妆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好懂啊 我特别喜欢那种 再加上我最近的发色 比较的 就是浅 你不懂吧 就是发色很浅的话 就 就更有那种 那种 我今天就一直在担心 我说 我心想 我这个雀斑要是上镜 看起来不像雀斑 像那个脏东西 怎么办 你们也觉得算了 没关系 你下次 做点雀斑感受一下 雀斑还是蛮好看的 I like it Summer 我今天本来想麻花变来着 但是姐姐说 姐姐说 你做蛋卷头 又要做麻花变 你耍姐姐呢 下次涂点缺帆去见我 怎么 你还要化妆啊 见我这么容重啊 这么 这么就是客气啊 还化点妆 哎呀 既然这个不是 还不是你的大号呀 那你大号是什么 难道 不是 我 不确定 你说你猜猜 那你肯定就是了 不错呀 我看不出来 是啊 不像你 你有好几个 这个号 我知道 双面ID 一个ID非常的冷酷 简洁 一个ID非常的可爱 可能因为他们是老季局了 那你两个号你都实名了嘛 圣诞快乐 现在是1点50分 我们两点钟下播吧 怎么没有那个啦 为什么没有通告了 快点多来点通告 全全屏通 全服通告 全服通告 多点通告 ID不是你去的 是谁去的 爱刺的师弟弟 我就说你看起来不是那种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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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吃的人 一个实名可以开很多小号 哦 原来是 そうですね 对吗 对吗 女儿 你知道 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女儿 你知道 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笑死我了 我要爆破你了 我要爆破你了 天一小浪 浪姐我要爆破你了 浪姐我要爆破你了 你看 你看 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什么 你整个笑住 你整个笑住 就是 录送的时候 你跟我比了个心 把我一整个 我整个人都笑崩了 你懂吗 不错 浪姐 看来还是 比较直求的 笑死 就是 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就是大家都很震惊威奏 然后突然浪姐 浪姐 浪姐 整个笑死了 多来点多来点 我喜欢这种 多来点多来点 我喜欢这种 来点新奇的好呢 别copy别人的 下次你们给我鼻子 我不一定会笑了哦 多给你们 现在整活 整活就是 整活交给你们了 按摩一下我头 头现在也有点晕 这个可以 这个会逗笑我 这个 下足感 多来点多来点 浪姐 不是你啊 就是 多来点啊 我喜欢这种 这么玩 我的想要不要就是啊 我不想激动了 我头发都干成枯草了 天哪我嘴巴好大呀 谁懂 我的眉毛和嘴巴一样长 所以不是很大 有个那个特别搞笑的视频 就这样 哈哈 我就不抹开了 容易 花妆 深渊巨口 我要吃小孩了 快快快 一个一个进来 周比斯粉丝都要被吃了 我的这个口红色号 今天为什么这样的 因为我今天吃了很多小孩 我今天不敢吃太多 因为确实很胖 那个东西 我吃了三分之一 但那个还蛮干的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那个叫什么 上海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蝴蝶酥 一个一个被我用筷子夹 哎呀 这个粉丝可不得用筷子的 就被它被吃掉 蝴蝶酥好好吃啊 那次就是我们去上海总选的时候去上海 然后 然后小鱼的粉丝给他买了那个蝴蝶酥嘛 等他分给我们吃了 当时我跟小王两个人 哇哦 太好吃了 因为他加了奶粉 是我 蝴蝶酥是叶姐做的嘛 没有线 他就是反正是加了奶粉 你才发现我是雀斑妆吗 姐 你都来握了我一次 你才发现我是雀斑妆吗 Oh my gosh 你一点都不关注我 再见 亏你还做第一盘 算了 我现在都没精力去一样怪气你 算了 我累了 这家蝴蝶酥没有 坏了 看我直播半个小时 没为自己的微信 你们感情这么好呀 一次 还想 还想唬我 你看你自己握了这么多人 握了这么多人 自己都记不清楚 握了我几次了吧 你脆弱 你脆弱 你叫脆弱小lunch呢 对啊上海的那个骨蝶酥酥好好吃啊 叫人们 怎么被他笑死了 今天又干什么 他今天穿得很喜庆你知道吗 我上电梯我一里老远我爸远我就看见 老远我爸远我就看见他 他了 穿得非常喜庆 红色毛衣 果然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一个样子 一个点 你来结婚的 和所有差我差是吗 全团 广吧 五十八个推 四十八个推 四十八个推 你就想拿一把火 我这个毛衣好看吗 家人们 就是说我的衣服太单薄了 我就是去了巨资 狠狠心给自己买了一些衣服 跟staff结婚 答案要跟staff结婚 不要被我种草哟 不要被我种草哟 种草的话要交就是那个我要去找这个这个品牌方要点钱啊 严谨发你咋的 你男的你穿这个 这个还有粉红色呢你看 有粉红色你要不确定你要穿吗 你衣服确实吗 还蛮好看的 那我们两点钟准时下播好吗 我们就在穿粉色我还蛮 我以前小的时候粉色坚决不穿的真的 我小时候穿的是什么颜色 虽然我现在也是啦 可能因为我慢慢变老了 所以我的衣柜里面渐渐多了一些花花绿绿的 我以前的衣服都是那种黑白灰这种 我打哈气的时候就代表我要把你们吃掉 深渊剧口 把你们炫我嘴里 为什么我在陪珠炫 因为我的粉丝都是被炫我嘴里了 我在干嘛对不起我今天头脑有点晕 所以说话可能有点奇奇怪怪的 对啊就是年纪越大就越喜欢那种鲜艳的颜色 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黑色特别喜欢装裤你知道吧 特别装裤 没看到我名字吗 炫炫我嘴里炫 某土 谁啊 橘主医生 有人喜欢粉色 少女心满满的粉色是吗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要破防 比如说我忘记什么事情 你们真的不要破防 因为我并不是有意的 你们仔细的闷心自问一下 自己是不是也经常忘记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要是忘记了大家的事情 大家不要破防 我并不是有心的 包括就拿我来说吧 我也经常忘记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甚至有时候都不了解我自己 也忘记我很多事情 所以你们不要破防 请养成一颗钻石鲸 和我一起 试试看 已经破防了 救命啊 你们真的 好 那我想问你 那天 出道的时候 我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请回答 你说你记住我的事情 请回答 出道那天我穿的什么衣服 我说 呐喊 铲石 我说的是私服 你知道那天江维航他 我说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穿什么衣服 他说我倒是记不得你第一天穿什么衣服 我也没有破防啊 很正常啊 有的人就是记住了 有些人记不住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所以你们平时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做到什么 我也没有做什么让你们破防的事情吧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不少人 有点玻璃心 就是我是看别人的例子啊 我自己还没遇到你们 我希望你们不要玻璃心 找借口 都不叫小兰了 所以你这个人是喜欢我叫你小兰吗 那你还叫盲特特 说到底是为谁改的ID 都不关注我 穿什么吗 好吧好吧 那我下播了家人们 我就是 非常的 今天 谢谢小金的圣诞树 这个特效会持续多久呢 我还蛮喜欢一个圣诞树的特效的 我并不是为了让大家送我礼物 我是真的 很真心的喜欢这个圣诞树 晚安晚安 拜拜 我明天公演见 没有暗示啦 谢谢天下圣诞树 谢谢你为我下了一场雪 Merry Christmas 配上这个爱 这个就是特效 哇 我谢谢咱们的 就是今天和我 唯一一个和我合照的 这个 这个男孩子 我都不好意思念你 爱你 男孩子送了我的一个 气球小熊 非常的 可愛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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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你 天气 好吧你要说你自己 铁铁呢 我就叫你铁铁了 拜拜 拜拜 天哪我的嗓子还能要吗 明天 明天我还唱得出来吗 拜拜 拜拜 晚安啦 家人们我去卸妆了 拜拜 明天又是去剧场的一天 不要嫌我烦了 拜拜 明天要营业 拜拜 好油腻啊我